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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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天的行程 预计是去竹山吧 我們現在到這個夏萍熱帶植物園區 這我沒有來過 這算是第一次來 旁邊這裡有一間咖啡五茶的簡稱店 夏萍熱帶植物園區 這個是那個屬於台大的塔 看一下裡面 我們等一下噴個方文印再走啊 這個園區裡面植物很多 然後真的蚊子也很多 所以要非常的小心 最好噴個防紋液再來 不過這裡 我覺得環境算是蠻漂亮的喔 你可以看一下景點 這樹林中間還蠻涼的喔 雖然說外面太陽很大 其實還蠻涼的 周遭的風景還不錯 標本書 敘述嘛 其實我也不知道標本書是什麼意思 有點類似留下它的種的意思吧 我的感覺是這樣 有看到嗎 有看到自己嗎 有齁 有齁 好棒好棒 有等一下要右轉嗎 小小魚你好 有要嗎 好棒喔 你 Een多角色 有齁 你們準備好嗎 好吃嗎 好棒喔 好棒喔 什麼叫做小魚 不要追蹤 你老百分 好棒喔 我去家吃 小魚 來這裡 那是小魚 好棒喔 小魚 我們現在走完了蕭南步道 我們現在準備走回去園區的路口這邊 它這個基本上都是標本園 很漂亮 因為旁邊都是有很多不一樣沒看過的樹木 像這樣 這裡都有標示 所以其實它都 我是覺得有郁郊與樂的效果 因為你有很多樹 你在其他地方你不一定看得到 它這裡其實可以走的範圍 或者是園區不算大 但是基本上還不錯啦 然後主要又都在森林裡 所以感覺空氣特別好 感覺就很不錯 好的我們等一下去老街吃東西 老街 竹山的林什麼什麼什麼老街 現在這個是它這有一個公有的停車場 這個是不用錢 我車子又忘記鎖了 對剛剛車門忘記鎖 現在大概下午一點多 我們還沒吃飯 我們現在去老街上看看有什麼可以吃的 這停車場其實位置還蠻多的 兩個肉圓 一個一個嗎 對 然後一個種的湯 對 謝謝 來 教育 教育 來 來 好吃吧 好吃吧 欸 白草吧 欸 我要吃吧 我覺得蠻好吃的 這個料真的很多啊 還有瞬息啊 你看瞬息這麼多 有的地方是加香菇啊 不一定是加瞬息 肉也蠻多的 你看這麼大一碗 醬也好吃 讚讚讚 這地方的文化中心嘛 信仰中心 文化中心 央溢竹山連心宮 好 我們繼續我們在老街逛一下好了 在前面還有一些比較 比較有古味的商店 老街逛一下 這裡都是吃的耶 法雞麵線 所以看起來也蠻好吃的 老街其實也蠻多吃的 而這商店看起來也蠻老的 啊 那上次是不是就是買這一間的 這個啦 這間很有名的 米烏 可惜過了吃飯時間 尤其有點夾 夾娃娃店 要夾娃娃的 好 走 二收 三十塊 算了 算了 放棄 三十塊 失敗 車子哦 要兩杯冬瓜檸檬 好 冬瓜檸檬大家可以喝耶 都可以喝你這麼開心喔 那你也聽不懂 不錯喔 不過沒什麼冬瓜味 比較爛 還可以啊 還可以 好我們現在繼續在這個 街上逛一下 那這邊其實也不熟 哇好大隻的菜頭 哦 菜頭很大顆 那邊在菜頭 那邊在菜頭 對啊 這邊在菜頭也很大顆 菜多顆 然後我在對面發現了一間 105年度票選活動第一名的竹山小吃店家 看起來像是麵包店喔 我們等一下去買看看 好在這裡 前面有一個永祥烘培 好買完麵包 那我們也差不多要回去停車的地方 結束這次老街的探索之旅 不對哦 等一下要去買那個餅嘛對不對 人越來越多 一塊就好了嗎 啊不然我們拿麵包啊 這塊我拿麵包啊 好 小米蛋餅 好我們來買個小米蛋餅 那口味是這兩種 嗯 那一個起司的好了 那後面就是那個 我們剛剛吃肉圓的 我老婆說因為他沒吃飽 所以他要再多吃一些東西 對不對 來車上再吃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最後買完這個蛋餅 我們準備回到車上了 啊 帶小 帶小孩子比較麻煩 就是這個行李都特別多 然後再加上攝影的行李 還有加上吃的 這個是剛剛買的麵包 這我的 所以這個是 小魚的 小魚一個人吃這麼大塊 太誇張了 另外還有一個這個 檸檬蛋糕 蛋餅 蛋餅 蛋餅好吃嗎 好吃 好吃喔 那等一下就換我吃看看啊 蠻特別的口感 我覺得 好像感覺比較油了一點 不然味道算還不錯 就油味重了一點 可以買啦 如果有遇到可以買啊 不貴啊 那我們現在換他來吃這個 這個剛剛買的那個 它餅皮很柔軟耶 不錯耶 對對對 還有一個香料的味道很明顯 應該是義式香料吧 還是什麼香料 嗯好吃 因為它麵包很柔軟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竹山文化園區的停車場 太陽還是很強啊 前面就是這個園區的入口 它右邊有無障礙步道 竹山文化園區 在旁邊都種了很多的竹子 竹山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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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們現在進來的這個就是 竹子的博物館 它裡面有很多竹子的 做成的工藝品 那整體感覺還滿不錯的 你要坐在椅子啊 你要坐在椅子啊 喔 椅子 可以 這裡有一些比賽的作品 就是小型的模組化的作品 小型的竹子建築 裝置藝術 現三歲一下幼童 小魚你幾歲 五歲喔沒有啦 你一歲三個月啦 他最會騎馬的 要小心他會往單面摔下來 所以除了一些工藝品 還有很多是可以 小孩子可以體驗的 感覺也還不錯 小朋友也可以帶來體驗 不是下面啦 上面這樣 現在來到二樓的部分 二樓的部分有另外的展館 5月1日 1階 num songs 5月1日 8月1日 2日 不就是這樣 你看 這樣 然後把這個用在這裡 然後 然後 你看喔 瞄準 有沒有 厲害厲害 這個二樓這個還有展獸中心在這裡 它好像以前就是展獸中心 因為它本來就是有一些族創作的廠商工 再一次一鼓作氣一次就讓它上去一次就大力一點太小力了 這一區上次有來過嗎 有啦 上次來這邊沒有開 上次好多年前 裡面不一樣 頂樓的戶外 頂樓的戶外其實 這風景還不錯還可以 竹子編織的十二生肖吧 我記得以前就有了 第三是甲衣餅町物體更新 好 我不知道欸 不知道是什麼 龍吧 氣骨厚頭龍爪 這隻看起來是蛇嘛 那裡有鴨鴨 那裡有鴨鴨 狗狗啦 那裡有狗狗 這邊就是最後裝飾了這個 感覺比以前荒涼的不少 以前這邊戶外還有很多遊玩設施可以玩 像是可以借那個車子出來滑 現在都不行了 希望它還有更好的發揮 不然的話 有點可惜啦 一個園區這麼大 然後展覽的東西 沒有比以前還多 感覺是稍微 落寞了一點 然後遊客也沒有很多 比較可惜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喔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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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